立法院长王金平16号主持新政团政党协商 清明党立委李同豪与陈一杰 确定跟刚退出国民党的立委徐新颖 五党级立委高金素媒共组新政团 目前先定名为立院新联盟 成为立法院第四势力 24号将正式召开戒者会 对外说明新政团未来的运作与定位 所有的权力义务引召党团 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部署 这个政团的所有内部的相关的运作 我们的政团角色就是一个平台 所以在刚开始运作的时候 我们都是尊重各个委员他们的意向 所以对于如何来继续走下去 我们补报任何的预设立场 我们有四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对于民生法案也好 原住民的法案也好 进去陶冶写张 要不然的话五党联盟不在了 其实你看运作与法案 就是完全自爱难兴 立院系列盟思维立委 希望能在立法院拥有党团协商的一席之地 而其他三个党团也乐见其成 其中台联党也提议修法 希望政团成立标准 能由人数改为得票率 向亲民党得票率超过5% 因为只有两席而无法组成政团 我们希望说5%就可以有一个政团 因为5%已经来到将近60万票左右 那这样子会有个政党团 这样子是比较合理 因为本来是以习次 其他可能只有几千票的委员 所以他的民意的基础 就是说我们也会这样做 要把它做一个 根据立法院组织法规定 美建立委选举当选席四大三席 且习次为前五名的政党 可以筹组党团 若党团少于五个 就可以组织政团 不过成员必须至少满四人 但台联党认为 如果该以得票率为组成党团标准 将会更合乎民意 而令院新联盟 未来也将成为立法院国民党团 民进党团 以及台联党团以外的第四新势力 接着加盟导秀立法院采访报道